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这里是金丽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一说到西双版纳 很多人立刻会想到那是一片非常美丽的热带雨林 而且那里是我国境内唯一有野象生息的地方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西双版纳 它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含义 因为它是我国禁毒战线的最前沿 那天上午11点钟 在边境公路上 武警检查站拦下第一辆车的时候 他们已经注意到 在一百米看外 另一辆车悄悄地停下了 那辆车怎么突然停下了 怎么是怪怪的 边防警察注意到 停下的那辆车 副驾驶的位置上出来了一个妇女 她穿的是长筒裙 下车后 她在往路边移动 但是步伐怪异 接着我就看见她 她蹲下去 把桶瓶拉起来 然后用脚踢了一下 一个东西就掉到了路边的草丛里面 好像有人丢东西了 有机快快 走 过去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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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钥匙拿 试图掉头开走的这辆车 被警方逼停 车里有一男一女 过去 东西谁的 是我的 是你叫她丢上来吗 是 里面是什么东西 是的 在边防支队 这个可疑的纸箱被拆开 里面装的是层层包裹的快装屋 第四层黄色胶带 是吧 拆开着层层包裹 纸箱里的所谓的吃的终于露出了真面 这是颗粒状的冰毒 总重量超过一千克 另一个房间里 警方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也已经开始 你丢的那些东西是 你上次之前知道吗 不知道 而就在审讯的当口 那个男子的手机响了 打过电话来的 正是要找这名男子拿毒品的买家 他很着急的想拿到货 在边防支队 在武警的目光注视之下 贩子嫌疑人跟夏家约好了交货的地点 是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猛腊路的一个水果市场门口 时间就是在当天的下午两点 交货之时 大雨倾盆 猛腊路上行人西场 在雨幕之后 警惕的眼睛正在盯着这条街上的一切 左前方11点钟处 目标车辆上坐的 是被警方所控制的毒品交货人 大网已经拉开 谁会游进来呢 没有什么 在等待了二十多分钟以后 有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目标车辆 钱递给了车上的人 他又从车里接过了装了毒品的袋子 嫌疑人的动作非常之快 整个过程中一句话都没有说 交易就已经完成 随后 犯罪嫌疑人准备骑摩托车离开 而侦察员们则开始收网 两位犯罪嫌疑人被殉疾抓获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警方和毒贩之间那场金星动魄的较量 就发生在今年年初 地点就在云南省西双版纳 逮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的一条繁华街道上 警方在实施抓捕的时候 当时路两旁许多店铺里的人们都看到了大雨中的那一幕 而且在今年一月份 这条街上一家旅馆的一个名叫阿湘的服务员找到警方 向警方讲述了一件事 事后证明他讲的这件事情 惊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已经看到的大雨中的那一幕 今年一月份我们接到某一宾馆 一个服务员打电话举报到我们侦察队 说有一个可疑的男子 经常在房间里面 就是打电话 经常大声打电话 那是偶尔会提到一些什么白的呀 嗜好啊 一块的一块的 那个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 就听得了一些字眼 因为那个服务员警觉性也比较高 像一般的嗜好就是我们就是海龙鹰呢 白的就是属称白粉也是海龙鹰 就那个海龙鹰因为是一块一块像砖头装的 它就是像就是我们就分析 就是它肯定给毒品一点还是很大的很大的关联 画面左侧的这个人就是服务员所举报的那个可疑男子 他叫阿沙 是四川省叛之花人 在旅店服务员阿湘举报之后的几天 侦察员一直没有发现阿沙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阿沙吃住都在酒店 几乎足不出户 这次他走出酒店了 这是几天以来唯一的一次 他这次走出住处是要去做些什么 他做的事情是否跟毒品有关呢 阿沙来到了街上的一家烧烤店 他是否是在等待什么人呢 三十分钟后 阿沙吃完了东西 离开了 回到了旅店 一切都没有什么不正常 而在这之后的几天 阿沙又是足不出户 这貌似正常的情形 侦察员却看出了不正常 一个人住在这边 买这个东西说来旅游吗 他应该是每天出去玩 如果来做生意嘛 他肯定要去恰同生意 侦察员认为 这个阿沙连续几天不出宾馆 什么也不干 这恰恰是他最不正常的地方 在侦察员跟踪的第十三天 阿沙第二次出门了 这回他要去干什么呢 阿沙这次外出 目的地似乎又是另外的一家小旅店 侦察员通过宾馆前台了解到 阿沙所进入的是宾馆的105房间 这个房间登记开房的是两名西双版纳当地的女子 叫做育儿莽和育儿将 阿沙进入房间的时候 两手空空 显然没有拿大量的现金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阿沙跟那两名年轻的女子 在房间里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给房间送水的服务员说 三个人只是在聊天 房间里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比如纸箱之类的 这三个人在房间里整整待了六个小时 才一起走出了房间 又去了旁边的烧烤店 难道这三个人只是普通的见面吃饭那么简单吗 我们通过排查又排查郁蒙就发现 郁蒙的就是老公吧 在09年的时候 贩毒被公安机关 那个抓住 抓住抓了 然后已经被判了无期突袭 阿沙跟着两个女人 表面平静地说笑着 他们掩藏的真正内幕是什么呢 这个内幕也许并不在酒店和餐桌上 那么是在哪呢 阿沙住的酒店是在市中心 除了景洪向边境方向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 是一个叫做漫汤的寨子 边防派出所接到了寨子里的村民举报 说寨子里有人在偷偷地零售毒品 关于毒品 任何蛛丝马迹 都是边防警察绝不能放过的 这个叫炎燕的男子立刻就被盯上了 炎燕家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在周围的民居当中特别的出演 当地农民以种植橡胶树为业 炎燕家也有橡胶树 但是他却很少去割椒 树林子就慌着 那么炎燕是哪来的钱呢 然后我们就通过外围的调查 就发现他随时到蒙海去 接一个蒙海那边 一个女的到他家里面来 来到他家里面 以后这个女的走了以后 就有人那些吸毒的就会到他家里面去 购买毒品跟他去 经核实 跟炎燕频繁接触的那个女子 叫玉儿匾 二人是情人 显然 这两个人都跟贩毒摆脱不了关系 细查下去 还有让侦察员吃惊的 原来 这个玉儿匾 还有个妹妹叫玉儿蒙 谁是玉儿蒙呢 就是在城里 跟阿沙见面的两个女人之一 这些现象是偶然的吗 边方警察立即将寨子里发现的线索 跟城里宾馆里所看到的情形 进行了汇总分析 对比之下 他们发现 在这两个地方 可疑目标的行动 竟然是有联系的 每当城里的小宾馆里 玉儿蒙和玉儿匠去见阿沙的时候 他们的姐姐玉儿匾 就会找到炎燕从寨子里开车出发 我们这时我们才有点 有点就是就发现这个 有点恍然大 那种好像毛塞顿开的那种感觉了 我们就分析 现场就是阿沙和这个叫玉蒙的 他是负责看钱谈钱 然后 而言玉饼 可能就是 运货 几乎可以确定了 玉氏三姐妹和城里的阿沙 以及寨子里的颜燕演的是一出双簧 玉氏三姐妹跟颜燕是卖家 阿沙所代表的是买家 城里头两个妹妹跟阿沙谈的是价钱 寨子里姐姐和她的情人颜燕就负责送货 到了三月二号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 愈猛愈假 又在宾馆里面开了房 而且那个阿沙也来了 结果果不其然 这边呢 谈得差不多的是 这边阿沙又又有动作了 开着它的 白色的那种长城哈佛车 就从猛龙往警风赶 在城里的小宾馆 玉氏姐妹的房间对面 侦察员也开了房间 盯着对门的一举一动 在靠近边境的曼汤寨子外 两辆警方的车也跟上了 郁家大姐和颜燕 按照警方的判断 如果他们真的去送货 那么毒品就在车上 画面正前方的 就是犯罪嫌疑人 颜燕和玉儿匾所乘坐的车辆 右前方的小轿车里 则是负责跟踪的侦察员 他们在等待事情 小张小张 小张一哥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我们在后边 你那个车坐在那个 哈佛车后边 行我看你们信号的 有什么情况 就是拜拜 市区里路况复杂 行人和车辆都很多 贸然动手 很容易引起混乱 不便于控制行事 侦察员们继续在等待 要见机行事 由于事发突然 抓捕方案就在车上制定了 待会儿我们就按照计划 我们这一组付的控制驾学那边 之前给我们个信号 我们好说 今天不要在机动车档上送车 车档我们也盯着呢 早上我们车先避开他们前面 你们干的还没交给他们 但是现在车太多了呀 正当侦察员苦于车辆太多 没有时机动手的时候 那辆越野车突然靠右 驶若了俯路 指挥组当机立断 决定两辆车前后夹击 协助目标车辆 小张从前面包抄过去 把他们拦下来 工掉快 一辆车在前面拦截 另一辆车在后面围堵 行动行动 可疑的车辆被逼停了 复驾驶位置上 育儿扁脚边的纸箱内 放的就是毒品 有八块 工计二点八五千克 随即宾馆的另一路侦察员 也采取了行动 房间里 育儿猛育儿将两姐妹和阿莎 已经谈好了价钱 正在等着育儿扁那边 成功交货的消息 另一边 在将妍妍带回的途中 侦察员对她进行了突审 严严交代 家里还有更大宗的毒品 还有枪和手雷等武器 警方立即做了部署 .. 哦 咱上过来 儿楼 儿楼的3间房子是 第1间是哪个座 第1间4里 第1间3个子 companies 肙胖肌 如果房仁就買咖啡 肚子 新鮮 raf出山 今時以後 生今日 轉蛋 在前面 對 你的圈子放在哪里 第一间 我住的 手留大呢 也是在那个位置 我的个子学生也知识了 我知识了 喂 说的 喂 应该就知识了 知识了 知识了 喂 这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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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哦 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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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冬天烫 上面 先去找 快点 我又绷着绷了后 应该是在那里等了 先 嗯 역 搭车和好 请了 你请了 请 ffl 回来 咱们都做了 咱们都做了 咱们一分钟 大小小小子 咱们 wheel 5 6 7 8 8块 这个 子弹 都打三个 是不是你呢 是不是你呢 嗯 这多少发 这多少发 这什么子弹 什么子弹 补强的子弹 补强的子弹 是不是那个厂商的子弹 就是瓶子弄 这多少钱呢 我把你抹起来 你自己去 好 好 好 一共有多少坨 19坨呢 8坨 19坨 19坨 19 19 19块 这个8块 8块 19块 冰毒 19块 还没照着3块 今年3月3日凌晨0点30分 西双版纳的这起 运毒贩毒案件彻底搞破 侦察员从盐验的家中 查获海洛因8块 净重2.84千克 冰毒19块 净重10.57千克 同时还查获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支 子弹26发 手榴弹2枚 涉案的浴室三姐妹如今被关在同一个看守所里 鱼儿蒙对犯罪事实依然含糊其次 一看吗 不能快点 谁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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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人在呢 我不知道 我先做 我帮他 我拿钱 我拿钱给他 你把他拒钱 嗯 你会写字 那不会 你自己念字都不会写 你还把他人告诉我 在这个看守所里 还有炎炎的妻子 她因窩藏毒品被刑事拘留 想骂他想打他 我们结婚了20年了 我打窩机会 炎炎炎的妻子说 她曾经劝过炎炎不要贩毒 但是炎炎不但没有听 还动手打了他 回不了头了 先养饭 咋了 他们赌不下去了 这样子 炎炎炎炎 英严和妻子已经被依法逮捕 在寨子里 这栋漂亮的小楼里 只有老人和孩子了 在警察到寨子里办案的时候 妍妍的女儿提出了一个请求 衣服再往下摟 摟到手上面去 对 可以了 卡进去小的话 采访的时候 妍妍的女儿说 下个月 也就是7月15号 她就要考高中了 而此时此刻 妍妍和她的妻子 在看守所里痛哭流涕 他们面对记者一再的说 希望自己的罪行 不要影响到孩子 未来的生活和学业 今天是6月26号 国际禁毒日 我们一再的强调毒品 害人害己 不知道今天节目当中 老人和孩子的眼泪 是否能够振行 这些贩毒的心理 感谢您关注本期 心理说法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炮节目综合通道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可能时间 心理说法 再见